范里冈电台训 多亏圣神的惊喜 教会才得意前行 教宗方济各4月28日 在圣马尔大之家的 清晨弥撒讲道中 如此表示 教宗谈到门徒们 向外邦人勇敢地宣讲福音 指出今天也需要 这样的使徒勇气 好使我们的基督徒 生活不变成记忆的博物馆 耶稣的门徒 抵达安提约基亚后 不仅向犹太人宣讲 也向希腊人 向外邦人宣讲 很多人因而相信 并皈依了主 教宗方济各 从宗徒大师录的 福传事迹谈起 强调向圣神的心意开放 在教会生活中 始终极为重要 教宗指出 那时教会的许多人 听到有人向非犹太人 宣讲福音 就感到不安 但巴尔纳伯 抵达安提约基亚后 却十分欢喜 因为他看到这些外邦人的 皈依 是出自天主的作为 教宗强调 先知书中 早已记载了 上主要来拯救万民的事 例如 伊撒伊亚先知书 第六十章 可是当时许多人 不理解先知的话 教宗说 他们不理解 不懂得天主 是带来心意的天主 不理解天主说 我要更新一切 是什么意思 圣神降临 正是为了此事 为了更新我们 不断地做更新我们的工作 这造成一些人恐惧 我们可以在教会历史中看到 从那一刻起 直到现在 有多少次 人们害怕圣神的惊喜 天主是令人惊喜的天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身份的赤 那些计划 她的